上个礼拜台股开放现股当冲 第一个礼拜就已经让台股的日均量 拉高到1093亿了 这个礼拜还有台积电法说会 科技大厂尾牙 以及Intel公布财报等等 会影响盘面的大事 投资专家认为 电子股将持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本周指数有机会来挑战前高 8647点 上看8700点的整数关卡 台股法说会蓄势待发 周二明轩以及F东陵两家传产公司 分别参加国内券商所举办的法说会 紧接着科技法说会大戏 将由台积电在周四单纲 下旬接续有联电 细平 友达 旺红 南科 华雅科 盛群 中华电等科技大厂排定法说会 而持续进入岁末年关 正值委牙餐会旺季 仁宝 广达 宏达 宏达电等科技大厂 将在本周陆续举行委牙 科技大佬以及公司高层 对于去年业绩回顾 以及今年产业展望等 都是法人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 另外美股科技股财报 16号有科技巨拨英特尔登场 之后IBM Google 德宜 苹果 微软 高通 脸书等 陆续公布财报 业绩将牵动台股供应链的表现 价格的涨涨跌跌有什么关系呢 一直冲才要小心 有跌其实才会有人进场 如果一直涨大家就不敢追高了 所以用健康的态度来看 现股当中政策推出之后 台股上周单日平均成交量 已经突破了千亿元 后续渴望上演一量推价的戏码 美商高盛与瑞银证券 将今年台股指数高点预估值 分别有9200点与8850点 上调到9500点与9050点 直言元月效应所带动的资金动能 仍然会推着指数往上走 量能潮备受市场期待 今年首播新股挂牌热潮 也将在本周涌现 包括F胜月 F绿月 FAS F太金等四家 新上市贵挂牌 康连讯则是挂牌新贵交易 东方才新闻综合报导